大家好 我是文卫 一段时间以来吧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公务员 包括事业边的这个裁撤的情况 然后很多时候我说到这方面内容呢 很多人就不以为然 很多人也这个不相信 总觉得我是这个大惊个小怪啊 小题大做啊 又这样讲 但是今天呢 看到一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 它其实两天前就出来了 这个消息在中国国内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包括一些这个官媒党媒也报道了 我看到这个人人民人大的这个网站 包括这个人民日报的客户端都在说这个事情啊 它这个信息就很短 我想他们可能也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像是有内容能感觉这个信息很短 但是整个这个信息 这个报道信息量很大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它这个题目叫精简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 这题目 然后内容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 精简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 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简 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 就这么短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信息量很大 咱们一点点解读一下 首先它这个文章到题目 它用这个词精简 精简这个简字一般人我们学的就是那个简单的那个简 简化的那个简 但是它这里面这个简用的是减少的简 就足见它里面它这个想法 它就是要减少这些人员 减少这些编制 就这么个意思你知道吗 表达的很清楚 很明确 然后它第一段第一句说 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 那么谈到这个议案呢 可能有很多人会想 这不开两会吗 他们只不过是提了一个议案而已 这个通过不通过 还两说呢 就不然你就别拿出来讲了 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想他既然已经拿出来了 报道了 对吧 提出议案了 基本就要通过 他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现在财政没有钱嘛 对不对 财政没有钱 所以说你不论怎么样 他这个事情吧 早晚他都得进行 所以这次我觉得进行的可能性会很大 然后呢 他这里面提到就说 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简 这个比例出来了啊 这个数字5% 那么谈到这个事情呢 有人觉得那中央嘛 他们进行精简5% 人也可能也不多 对不对 中央整个这些编制干了多少 整个也不多 对不对 但是我是这么想 他不可能说仅限于中央进行这个精简 他的精简肯定是从中央开始一直到整个地方 肯定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说中央精简完了以后 你们地方这些人 对吧 还干嘛干嘛 这我觉得不太可能 他肯定是要一直扩展到整个地方 对吧 省市 对吧 县 对吧 镇存一直是这样的扩展下去 那这个规模可就很大了 非常大了 如果按照这个5%的比例 说公务员现在大概有 咱们少点说就是700万人左右吧 那乘以5%就是35万人的 那包括公务员在内这个事业编制的人员 我大概查了一下大概2000到3000万这样的规模吧 那就超过100万了 按照2000万算的话 就是把乘以15%就100万 按3000万的话就是乘以15%就150万 这人员规模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反正这是我的判断 就是他不可能只停在中央 中央既然这么说了 那地方肯定也要跟着弄 就可以看到在两会结束以后 可能这公务员系统包括事业编这个系统 他们裁员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这个我们或许会看到 然后他最后说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 这个我觉得他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就是说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这次进行这个裁员 对吧 经典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财政还是很有钱的 他们可能想表达这么个意思 我们只不过这次经典是为了腾出一些位置 给这个重要领域和什么重要工作 比如说IT领域 比如说这个就是信息产业领域 给这些人就腾一些位置而已 你们不要多想 其实这个事情我是这么讲对吧 你要是还有很有钱的话 你就直接增加一些编制不就完了吗 原有的编制不动 增加一些编制不就完了吗 就说到底 他还是就是因为没钱了 所以说这个消息发出来以后 这次大家可以看到 这党媒官媒都报道了 这可不是我自己在这编或者胡说八道 这个事情就两会结束以后 我觉得他会大面积展开 就说整个铁饭碗就不保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这个事情可能会对 这个体制造成很大的冲击 现在整个中国的别的不讲 就是经济环境太差太差了 很多的事情就需要这些公务员 需要这些编制内的人员 你们去办的去处理 本来这些人现在都处于一种躺平 办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如果说开始精简的话 那精简它得有一个周期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很多人都是对吧 就说心里很着急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精简下去 所以说大家也不干工作了 一边是各种各样的危机 成粗不穷 一边是这些管理体系的这些人 又不干活 那你说会对这个体制造成 什么样的这种影响和冲击呢 对不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而且我还要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5%精简以后就完了吗 对吧 说咱们这次就精简5% 大家精简完了以后 没有被精简下的人 你们就可以该吃吃该喝喝高准无忧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因为它整个财政 我一直讲 它会一直不断的缩水 一直不断的缩水 对吧 你今年5% 那你现在财政收入能 就是说保证另外的95% 就能正常发工资吗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这次裁员5% 它只是第一批 很可能还有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就跟那个可能大企业裁员是一样的 这次裁员5% 下次裁员7% 再下次裁员10% 肯定是这样 你没钱 你没有办法供养 你怎么办 是不是 像一天我们看到书记 我也提到了 好像就是说 吃财政饭的人 包括离退休人员 可能8000万人左右 他们的工资的收入 可能就占整个财政的40%以上 对吧 就这样的规模 你现在图习财政也不行 对不对 各个方面的税收也不行 对吧 你只能是裁员 你没有别的办法 一点招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我还是强调 这5%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还会有 那么整个体制里面这些人 他们就是每天 就坠坠不安 那这怎么办 哪天会不会踩到我 每天上班都这种感觉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这个人 他很努力 他就讲 他说 今天上班 看到有一个同事 好像没来 明天上班 又看到 就是又有一天上班 又看到有一个同事 他心里很紧张 公务员系统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还有人能够好好工作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 对于整个体制 影响是一定会很大的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 这一段时间来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事情 什么撤街 设阵等等 对吧 你再回头来看 说广西公安厅的 电费交不上也好 或者是镇江的税务局的人 为了讨薪拉横幅也罢 这些事情你就很好理解了 就整个地方财政 从上到下都不行 现在他不得不推出 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现在整个经济 到了这种程度 我觉得 前两天我也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习近平 他手下这些人 像秦刚这些人 对吧 包括李强 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他们只能是说 对习近平 对吧 说好听的 就是说忠诚于他 但事实上 你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 耍嘴皮子肯定行 你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不一定很行了 基本上就这样 这两天我看到一个 一个所谓的专家 他也讲一个事情 就是养老金这个问题 怎么解养老金 他提出这个观点 我当时笑的都不行 他说 这年轻人 你们大致意思了 不是 但是你们 对吧 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30块钱 这样一个月 就是900块钱 这样你们就可以 将咬老机了 对不对 这是很好的 在他的看来 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 我一看 我说 中国的专家 都是这个样子 习近平周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这还能好吗 对不对 你想30块钱 这个人韩币 相当于5000左右 那就是等于在星巴克 喝一杯美式咖啡的 这样的一个价钱 他这个比美式咖啡 大概是4500 在韩国 是不是 你说在中国 有几个年轻人一天 能喝这么贵的一杯咖啡 是不是 很多人 900块钱 李克强不说了吗 就是说6亿人 刚1000块钱 很多年轻人 能不能赚到 因为能不能赚到这块钱 都难说 所以说 在当下一个经济非常困窘 还不断下滑的情况之下 然后所有的这些公务员 几乎处于躺平白烂的情况之下 然后还要面临裁员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周围的这些专家 习近平周围的这些人 也没有什么能力 这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中国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难 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就是这样想 好 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